暑假期间很多青少年想去打工 但是千万要小心 不要被犯罪集团利用从事不法行为 台中市大甲分局外埔派出所远警周明庆 谢文雄 2018年7月9号 在外埔区甲后路一家超商内 发现有三名少年 手上拿着好几张提款卡跟存折 而且看到警察时 神色慌张行机可疑 警方立刻向前盘查 少年也坦诚被金钱利用 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 最让警方惊讶的是 三名少年其中之一 年纪才只有十岁 那个这个最年轻的车手 是97年次的 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十岁的小孩子 这个 那这个十岁小孩 因为年纪轻了 设事卫生不懂事 所以才会跟着 这个连长一点 去从事这个提令工作 车手提令 诈骗集团的车手年纪才十岁 可以说是破了警方的记录 警方在逮捕的这三名车手之后 又寻现逮捕了他们的带头无姓少年 想不到是一个大解头 警方发现他们平常都是以微信 作为联络的方式当场查获了张款新台币一千两百多块 提宽卡三张 存折三本手机四支 而且警方还发现 诈骗集团以每天一万块的高薪 诱骗他们当车手 这次警方查获的诈骗集团车手 年纪最大的才十五岁 最小的才十岁 所以警方特别呼吁 暑假期间诈骗集团经常以高薪 轻松的工作条件 吸收未成年少年加入犯罪集团 以为当诈骗集团车手 可以轻松跑腿赚大钱 警方也呼吁家长要特别关心青少年 千万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 知法犯法 害人又害己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赚